在西游记中,别看猪八戒平时爱偷来耍滑,但他的敖战之法可不简单,甚至在三戒中能排到第三。 那么,八戒的这套敖战本领到底有多厉害,这可不是简单的比拼利器,而是耐力和任性的双重考验,能在大战中耗到最后,撑到敌方疲惫。 而比他更强的那两人又是谁?一个不争气的二师兄,为何在这方面能让众多仙神都甘拜下风?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在西游取经路上,猪八戒一直扮演着贪吃豪瑟的角色,可别小瞧他,这位天鹏元帅在敖战之法上可是有一手绝活。 盘思洞那一战,堪称他实力的完美展现,这是得从孙悟空捣乱说起,当时七位之珠经在着构全沐浴,被孙悟空恶作剧偷走衣服。 猪八戒得知消息后,兴冲冲赶到现场,便身粘于精后,他在水中大显身手,让七位之珠经疲惫不堪。 这一战不仅证明了他的实力,更奠定了他在敖战之法上的地位。 要知道,八戒死前在天庭任职时,就曾以此闻名,据传他在天宫的职务,虽为天兰元帅,实则统领着一支专门负责采集天界精华的秘密部队,这支队伍不同于寻常天兵天将。 他们精通各种奇门遁甲和财谱之术,专门负责收集和提炼天界各种珍惜灵气,八戒正是凭借着对敖战之法的深刻理解,才能在众多天将中脱颖而出。 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不仅完成了众多不可能的任务,更创造出了多种独特的修炼方法,即便是后来被撇下凡间,八戒也没有荒废这门绝技。 相反,他将天界所学与凡间修行相结合,创造出了更适合尘世修行的遍体技法,这种改良后的敖战之法不仅威力不减,还能更好地适应各种战斗环境。 这也是他能在取经路上屡次化险为夷的重要原因,说到西凉女国的女王,可不是影视剧里那个温婉典雅的形象,原著中的她霸气十足,对男人毫不避讳,整个西凉女国的女子都精通。 作为一国之君的女王,更是技艺高超,唐僧师徒到达女儿国时,就连平日里嚎色的猪八戒都显得格外老实,生怕招惹这位女王陛下,她的敖战之法不仅比猪八戒强,更能让整个国家的女子都成为这门技艺的高手。 据西凉女国的古籍记载,这门绝技源自远古时期一位神秘女仙的传授。 这位女仙在游历人间时,偶然发现了西凉女国仙民们独特的修炼方式,她惊讶地发现,这些女子天生就具备着吸纳天地精华的特殊体制,于是她便再次停住下来,创立了一套专门的修炼体系。 这套体系不仅包含了基础的敖战之法,还融入了大量养生术和助言法门。 经过几代人的实践和改良,西凉女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九阴真经,这门功法不同于其他版本的敖战之法,她特别强调阴阳平衡,讲究以柔克纲,修炼者不仅能够提升自身修为,还能保持容颜永驻,正是这个原因。 西凉女国的女子不仅各个身怀绝技,更是美貌非凡,女王作为这门功法的极大成者,自然更是深不可测,在灵台方寸山,住着一位连如来和太上老君都不敢小觑的高人,她就是菩提祖师,作为孙悟空的师父,她不仅精通三百六十种旁门左道,还创造了包含敖战之法的洞子门绝技,这门功夫融合了彩阴补阳,炼丹等多种神通, 堪称敖战之法的最高境界,菩提祖师能创造出如此高深的功法,本身的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她深不可测的修为,加上登峰造极的敖战之法,让她成为了这项技能当之无愧的第一高手。 显为人知的是,菩提祖师年轻时曾云游四海,收集各种独特的修炼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许多关于敖战之法的古老传说,这些传说虽然版本不同,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源头,远古时期的混沌之气。 据说,最初的敖战之法就是为了采集这种混沌之气而创造的,菩提祖师经过多年研究,终于破解了这个秘密。 她发现,通过特定的修炼方法,确实能够感知到一种特殊的能量,这种能量与传说中的混沌之气极为相似。 基于这个发现,她创造出了洞子门绝技,这也是为什么这门功法如此特别,她不仅继承了传统敖战之法的精华,更融入了对混沌之气的运用,这也是为什么连如来佛祖都对这门功法赞叹不已,敖战之法不只是简单的采音不扬。 她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修炼体系,从猪八戒的基础运用,到女王的精湛技艺,再到菩提祖师的出神入化,展现了这门功法从入门到大成的完整过程,菩提祖师将它融入洞子门,创造出了最完美的境界,这种层层递进的实力差距,正好诠释了修炼世界里的境界提升。 事实上,敖战之法的修炼体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它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隐气、聚气和化气,隐气阶段主要学习如何感知和吸收外界能量,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扎实的隐气功夫。 后续的修炼都将成为空中楼阁,聚气阶段则要求修炼者学会储存和调配吸收到的能量,这需要极强的心理控制,许多修炼者都倒在了这一步,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 最后的化气阶段才是真正的关键,修炼者需要将储存的能量转化为己用,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 还需要过人的悟性,正是这种严格的等级划分,才保证了敖战之法的传承不会断绝,同时也确保了修炼者的安全,每个境界都有其特定的心法和禁忌,需要修炼者严格遵守,那些贸然尝试越级修炼的人,往往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道家诸多的术法中有一种名为敖战法, 这门法术说的简单一点是采阴不扬之术,在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提高法术的手段,西游中就有三人精通熬战法,但是最精通这门法术的猪八戒却只能垫底,此话又从何说起呢? 猪八戒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会熬战法呢? 这时候的八戒还太年轻,锋芒毕露还是他的特质,所以当他听到离山老母化作的老妇人想要招收一个称心的女婿时便自荐, 这种事他最在行的,令离山老母无语的是,这只猪居然非常的贪心,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 猪八戒想要一次性取走离山老母的三个女儿,关于这个理由他是非常充足的, 你看娘说的话,哪个没有三房四妾,就在多几个,你女婿也笑那了,我幼年间也曾学得个熬战之法,管情一个个服饰的他欢喜, 所以猪八戒精通熬战法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在他看来,离山老母只有三个女儿还太少了, 而八戒很显然已经将熬战法练习的炉火纯青,那么西游中除了猪八戒,还有谁精通熬战法呢? 这个人就是菩提祖师和孙悟空,菩提祖师给悟空介绍洞子门的法术师说过, 此事有为有作,采阴不扬,攀弓踏弩,摩其过气,用方炮制,烧毛打顶,进红迁,练秋时,并服妇如之类, 所以,菩提祖师和悟空是肯定会这门法术的, 只是,关于这门法菩提祖师已经说得很清楚,想要用这门法术长生不老,简直就是海底捞月, 所以,道家之人想要用这门法术延年益寿,完全是在吃人说梦, 而且没有半点科学依据,猪八戒的法术为何能成为垫底的呢? 因为彩阴捕阳之术用多了会沉溺其中,反而会耽误了修炼, 而八戒很显然已经多次使用这门法术, 阮二姐能在一年内就从身强体壮的姑娘香消玉云, 和这门法术脱不了干系, 所以,对于女生来说,熬战法确实不是一个好方式, 另外,猪八戒对熬战法确实有点上心了, 如果没有唐僧和孙悟空的参与, 猪八戒可能还会继续遁守在高老庄中,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 她可能都会忘记自己以前的身份, 从而在高老庄中遁守着,默默的做一只妖怪,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未来也就没有净谈使者的存在了, 那么在四圣是禅心的时候, 猪八戒哪里来的勇气? 敢信誓旦旦的讲, 自己的熬战之法管教服侍的他们欢喜, 显然, 这项技能早在四圣是禅心之前, 猪八戒就已经使用过多次, 而且从女方给她的反馈来看, 确实是欢心的, 那么我们就试着推测一下, 都有哪些女子被猪八戒熬战过呢? 整部西游记中, 跟猪八戒曾经有瓜葛的女子不多, 在四圣是禅心之前有这么几位, 分别是月宫里的嫦娥, 弗陵山的卵二姐, 最早版本是卯二姐, 高老庄的高小姐, 先说嫦娥, 这里的嫦娥并非是月宫之主, 不过是月宫里面的一个宫女, 而天鹏元帅当初闯进月宫的时候是, 而嫦娥是早早来给开门的, 显然是知道天鹏元帅会来, 只是天鹏元帅醉醺醺醺醺的样子, 让这个嫦娥有点怕, 怕自己承受不了, 或许是抱怨了两句, 结果天鹏元帅趁着酒进竟然喊上了, 这一喊, 嫦娥更不敢跟他熬战了, 这才喊来了纠察灵官, 最终被贬下凡间, 实际上天鹏元帅早就跟嫦娥有交往了, 要知道月宫里有玉兔, 玉兔也是要吃饭的, 所以作为伺候玉兔的嫦娥, 必然会给他弄点吃的, 而能长仙草的地方基本聚集在天鹏两岸, 一来二去, 他就被天鹏中巡逻的天鹏元帅所吸引, 久而久之, 两个人就好上了, 而广寒宫别的没有, 独独不缺阴, 符合猪八戒采阴补阳的熬战之法, 再来说说毛二姐, 他跟猪八戒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毛二姐不是别人, 就是广寒宫的嫦娥, 他是私跑下来跟猪八戒相会的, 毛就是兔子的意思, 但这个毛二姐虽然是以兔子经的身份存在, 但其实他并非是兔子, 而是伺候玉兔的嫦娥, 我们看这个时间点, 毛二姐跟猪八戒结婚一年后, 就不明不白的没了, 随后猪八戒就去了高老庄, 一待就是三年, 再之后, 猪八戒就跟随唐僧西天取经, 而唐僧师徒走到天竺国的时候, 又过了十四年, 而在天竺国, 猪八戒干了一件啥蠢事呢? 就是太阴兴兴君来收玉兔经的时候, 他竟然飞上天想报霓裳仙子, 实际上他是认错人了, 错把霓裳仙子认成了毛二姐, 而真正的毛二姐在哪? 真正的毛二姐已经死了, 投胎转世成了天竺国公主, 这还是太阴兴君说的, 一个素额成天在月宫待着, 怎么就突然私凡了呢? 还打了玉兔一巴掌, 其实这个素额就是当年跟天鹏元帅相好的嫦娥, 也为偷偷下凡城毛二姐, 在凡间待了一年, 对于天公来说也就一天时间, 但他是伺候玉兔的, 显然这一天没有给玉兔喂食, 导致玉兔发飙, 威胁他, 要告诉太阴兴君, 这才被打了一巴掌。 而且素额也不是私凡下界, 要么被太阴兴君处死了, 要么被猪八戒熬战熬死了, 总之后来投胎转世后的素额呢, 已经没了记忆, 而玉兔为什么会下凡呢? 就在于, 这个天竺国国王和公主太喜欢赏月了, 正好十六岁的时候, 也是前年来赏月, 玉兔在月宫发现了素额投胎转世后的公主, 这才想起了一巴掌之仇, 于是下凡报仇, 正因为素额是死后投胎的, 所以没有了前世记忆, 成了一介凡人, 太阴兴君走的时候, 自然也不会再带他走了, 也就是说, 猪八戒的敖战之法让嫦娥心甘情愿下凡, 甚至不惜牺牲了性命, 再看高老庄的高小姐, 猪八戒的第二任妻子, 在孙悟空变成高小姐戏弄猪八戒的描写中, 可以看出, 猪八戒进门就搂住, 搂住就要亲嘴, 而且对孙悟空的献殷勤并未发泄异常, 由此可知, 猪八戒跟高小姐的关系, 其实挺融洽的, 虽然人长得丑, 但是敖战之术还是挺强悍的, 但高小姐毕竟是一介凡人, 即使身体在墙, 猪八戒在怜香西域, 但毕竟这个敖战之法是采阴补阳术, 时间久了, 高小姐也扛不住, 可以说, 如果孙悟空再晚来一些时日, 即使猪八戒吸取了毛二姐被敖死的教训, 也注定会榨干高小姐, 最终一命呜呼, 实际上取经路上, 猪八戒还使用过一次敖战之法, 如果不仔细看原著, 还真很难发现, 在灼狗泉, 猪八戒水中大战七只蜘蛛精的时候, 他便做了一条鲶鱼在蜘蛛精的周边乱转, 这之后, 猪八戒的态度突然就变了, 以心要弄死这群蜘蛛精, 即使他们求饶也不肯放过, 最后逼着蜘蛛精不顾羞涩, 动了真本事, 这才把猪八戒降住, 而且困住猪八戒后也没啥的, 而是自行逃了, 其实猪八戒在这里的表现明显异常, 以前他遇到美女都挪不动脚的, 更不会感激杀绝, 而在七只蜘蛛精这里, 他却是痛下杀手, 说到底, 他就是怕自己的敖战之法秘密泄露, 不好跟佛祖交代, 后来孙悟空帮猪八戒消灭了七只蜘蛛精, 猪八戒这才呼了一口气, 所以猪八戒的敖战之法并非浪得虚传, 一对一的时候可以要你的命, 一对七的时候仍然让你气喘吁吁,